大家好啊 昨天呢我在批判胡锡进的观点的时候呢 我提出我提出了一个观点吧 我说最近这一两年内可能会出现一次毛泽东热 今天呢我就这个这一个观点吧 就和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下 我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 认为为什么会认为会在最近这一两年内会出现一次毛泽东热 今天主要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呢我们像改革开放以前的我们先不涉及 我们先观察改革开放以后这四十多年 四十多年来的历程可以发现呢 这个毛泽东热呢是每隔十年一个周期会出现一次 像在从90年代初有一次毛泽东热 然后呢2003年左右有一次 然后呢就是2011年的时候有一次 这是我预判从2021年到2023年是第四次 这是第四次了 首先来看一下我给大家梳理一下 这前三次的毛泽东热 第一次的毛泽东热是19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时候出现的 当时一个时代背景呢是1981年做出那个 关于党的建国以来的历史的若干决议吧 这个里面呢对毛主席进行了一个怎么说呢 官方的评价吧 客观上为正面评价毛主席呢提供了一个氛围吧 在这种情况下呢到86年的时候 毛主席逝世十周年的时候呢 出现了一个出现了一个毛泽东热的一次那个猛牙了吧 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种氛围了 到了89年六四风波以后呢 到90年代初这段时间呢 由于国内环境呢 贪污腐败的问题啊 贪污乘风这些问题啊 并没有得到处理 人民的对于 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啊 人民对于这种 现状是不满的 对于贪官啊 腐败行为是不满的 像六四风波中间学生们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 打倒腐败嘛 反贪官反腐败嘛 说明这个是有社会共识的 大家对这个问题是不满意的 这种对现状的不满呢 就会引起一种对毛主席的一种怀念 和对毛泽东时代的一种怀念吧 这是那个毛泽东热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还有一个原因呢 这是从社会环境来看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从政治上来看呢 是经历过八九六四风波之后呢 左派一时间站了上风了 这位毛泽东热呢 在全国的推广呢 提供了一个 有利条件吧 最起码官方不会再禁止 这个毛泽东书籍啊 像电视这些传播吧 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左派像邓丽群他们呢 对于毛泽东热是非常欣赏的 是大家赞扬的 他们最起码他们不会反对这个毛泽东热 第一次毛泽东热呢 九十年代这一次毛泽东热 是从社会方面来看 社会环境来看的 是因为贪污腐败成风 人民由此产生了不满和怀旧心理 从政治方面来看呢 是左派占据了上风 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 第二次呢是2003年左右 2003年的时候呢 一个当时一个社会大环境呢 是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呢 就会造成了大量的 工人失业 下岗之工越来越多 这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呢 就会产生一种 国企改革这种阵痛嘛 就是广大工人来承担的 这种现实的这种阵痛嘛 就会导致他们对于 毛主席的怀念 和对毛泽东时代 工人地位 工人那么高的地位的一种怀念吧 经过国企改革之后呢 工人地位下降了 当然了 这不是他的地位下降 工人的地位下降 并不是从国企改革开始的 但是才经过国企改革之后呢 下降更快了 这是一个现实 这也是毛泽东热 第二次毛泽东热 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这个第二次毛泽东热呢 它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和毛泽东相关的书籍啊 大火了 像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毛泽东传 权威的毛泽东传记 还有 还有那个 英国的一个作家写的 叫肖特写的毛泽东传 还有就是 罗斯特里尔写的毛泽东传 这些传记类的作品呢 火了 卖的非常火爆 这是一个突出的表现呢 特里尔的这个 这个毛泽东传呢 还是 我看过 但是没有看过 没有全篇看 只是看了几个章节 现在还可以 嗯 这是第二次啊 从第三次毛泽东热呢 是2011年 然后2013年这段时间 当时的一个 大背景呢 是和薄熙来有关的 薄熙来主政重庆的时候呢 号召唱红打黑嘛 他把那个唱红歌的运动呢 带起来了 这个唱红打黑这个运动 你不管先不管怎么评价 但是他把这个运动的后果呢 就是把这个唱红歌这个推广到了全国 我当时我当时我当时我记得还在学校的时候呢 呃 七一的时候 2011年七一的时候呢 呃 建党的时候就开始唱红歌了 各个高校 我记得那个时候各个高校都 都是都开始唱红歌了 唱红歌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普遍现象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呃 一个 呃 政治方面是 薄熙来那是一方面吧 还有一个另外从舆论环境来看呢 是对当时的公知一手遮天的那种 那种局面的一种反抗吧 呃 当时到了2013年的时候呢 呃 官方的态度是那种还是那种不温不火的 并没有大张旗鼓 也没有什么大张旗鼓的 呃 大张旗鼓的纪念 但是呢 呃 呃 鉴于当时那个那个舆论环境呢 非常复杂 有 还 因为那个在纪念毛泽东 2013年纪念毛泽东诞成的时候呢 还围绕着一场 音乐会发生的一场风波 我不知道大家 呃 还记不记得 呃 有没有人 知道这件事情 当时呢 呃 二零 呃 12月 2013年12月26号的时候呢 说是在人民大会堂要举办一场 呃 音乐会 主题是人民的毛泽东 当时呢 呃 呃 发这个 哦这个消息 也发出来之后呢 那些工资啊 呃 那些右派的门人呢 就说这是假消息 不可能的 造谣的 然后 呃 后来说证实了之后呢 又说 又快到二 二十六号的时候又说 呃 这场活动取消了 没有 根本没有这种 这种活动已经不举办了 不举办了 没有了 啊 也就是说当时那个环境就是这个样子 围绕着某种弹城呢 左右两方都是进行的 一场激烈的交锋的 我不知道大家 呃 估计那个新上网的 网友呢 可能不记得这件事情 有点年纪的人可能会记得这件事情 那时还引起了一场风波 嗯 这是 这是第二次 这是第三次了吧 2013年 呃 然后呢 呃 我说一下 呃 2021年 到2013年为什么会出现一次 呃 毛泽东热呢 我说一下我的理由 呃 第一个呢 从国际背景来看呢 呃 从未来 从未来 从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来看呢 将进入全面竞争的阶段 中美关系呢 呃 将会以紧张 将会 他的主权力是以 以紧张了 斗争为主 呃 那个 缓和啊 呃 和平的 将会成为一种 次要 而主要的是 是 占据主权力是一种紧张的和斗争的 呃 一种格局 在这种情况下呢 呃 嗯 由于 毛主席是 呃 在对对美斗争方面呢 是态度坚决的 敢于斗争的 敢于斗争的 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的 已经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呃 人民对于毛泽东的怀念 毛主席的怀念 就会进一步加深 在这方面呢 呃 中美贸易战 时间 中美中美贸易战过程中呢 呃 毛主席 雨露啊 论 持久战啊 这些 他的经典驻驻着 火了 一次 又火了 又开始 在 网站上 微博上 抖音上 开始流传了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从这件事情中 我们就可以看出 呃 毛主席热啊 是 可以期待的 呃 这是从中美关系的 从中美关系来看 从国内环境来看呢 国内环境呢 第一个就是 呃 广大人民群众觉醒了 这个觉醒呢 包括两方面 第一方面呢 是 呃 对于工资的 态度 开始发生改变了 像原来在 呃 在 一 一 一零年到 一三年之间的时候呢 呃 人民对于 对于 工资呢 还是信任他的 广大 网友还是信他们那一套的 起来 敢于 敢于起来反抗他们的 还是少数 大多数人都被他们的那一套 给迷惑了 但是呢 呃 从2014年以后 呃 特别是 嗯 那个 呃 呃 经过 习大大呢 呃 813讲话之后 然后 这个舆论环境 开始变化 变化了 人民呢 也开始觉醒了 呃 人民对于工资的态度呢 发生了 极大的变化 呃 原先呢 可能是对于他们还是非常崇拜的 但是呢 呃 到了 去年 或者今年 呃 新冠疫情过后呢 对于他们的态度 对于他们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工资的名声也已经凑了 工资已经成了过境老鼠 人人喊打的 对象了 这说明呢 人民的 对于工资那一套已经不信了 呃 在 在 中国呢 和西方国家的 那种新冠疫情的 治理方面的对比啊 这种明显的对比呢 让很多人都认识到了 我们国家的优势 和西方国家的那种 衰败不堪的那种样子 呃 这种对比呢 强力对比啊实际上已经打破了很多人 对于西方 美好世界的一种幻想 对于 呃 对工资 描绘的那种完美世界 理想世界 是一种 是一场严重的打击 他们的微信已经扫地了 呃 这是 人民对于 广大网友啊 对于工资的态度发生变化了 第二点呢 是因为 第二点是因为 呃 人民的阶级意识觉醒了 这种阶级意识的觉醒呢 呃 表现在 它就是 对于马云呢 呃 这些互联网系统的那些 呃 鸡汤言论呢 那是 那是